森林的草丛中,两只小松鼠奄奄地躺着 周围鸟与花香的热闹与它们无关 究竟是遭遇了什么,让这两个小家伙遭遇如此境地 画面中,两只小松鼠正开心地玩着一只玩偶 然而不久之前,它们还是躺在森林里奄奄一息,等待命运审判的小可怜 好在那天,女子的一位朋友打电话给它 告诉它在森林里遇到了两只小松鼠 那只被它们取名叫芯片的小松鼠,被它们看见时才刚刚睁开一只眼 而另一只叫做克洛伊的小松鼠,则两只眼睛都没有睁开 据它们判断,这两只小松鼠当时还不过五周 它们躺在隐蔽的小草丛中,并不敢轻举妄动 害怕它们的妈妈找不到它们 于是它便守在一旁 可时间一分一秒过去,两只小松鼠的妈妈并没有找来 而看到小松鼠们痛苦的样子 女子最终还是决定先将它们带回家 等到将它们养大,再将它们送回到森林当中 回到家中,先是用柔软的布将它们裹住 又找来一些食物喂它们 由于小松鼠们还小,只能用细细的针管喂它们一些牛奶 开始小松鼠们有些害怕 面对女子拿出来的食物,动也不敢动 后来在女子倾听的安抚之下 她们才渐渐放下警惕,慢慢地作了起来 伤好之后,她们更是成了女子家里的小顽童 常常在女子干活时,搜的一下,爬上女子的胳膊 爬来爬去,女子也乐得跟她们玩耍 可分别的日子很快就到了 尽管很不舍,女子还要将它们送还给大自然 大概在小家伙们十周的时候 女子开始培养它们对野外的熟悉程度 先是将它们都放出去 第一天,芯片在野外待了三个小时左右 她看到了许多的树,并且尝试往远处跑 几乎在周围邻居家的院子中都逛了一圈 这个过程中,女子十分紧张 但是随着夜色渐浓,芯片还是回来了 她似乎知道自己该回家了 这让女子觉得不再那么担心 甚至觉得这个小东西对自己做的事情十分清楚 就像是长大的孩子,每天傍晚会打个电话说 妈妈,我一切都好一样 她们的表现让女子十分满意 而克罗伊外出的第一天 她仅仅是在周围转悠了大概十分钟左右 随后就回家了 相比于小芯片的野性 她似乎更喜欢自己柔软的小床 这让女子觉得似乎要多花一些时间 才能让她放心离开家 日常生活中 女子也会将她们小屋子的门打开 惊喜的是 除了这两个小家伙之外 常常还会有别的小松鼠来跟她们一起玩耍 久而久之 芯片开始夜不归宿 一段时间后 克罗伊也开始这样 不过有趣的是 当很久没见时 她们就会出现在家里的草坪上 有时早上一开门 就会看到可爱的克罗伊 正在门口等待着她的早饭 而她们也会招呼自己的朋友们 一起来家里做客 久而久之 这个家中常住的小松鼠 竟然有十只之多 最让人惊喜的是 后来芯片和克罗伊 都有了自己的孩子 她们也常常带着孩子们 来看望女子 对于女子而言 她们已然成了自己的亲人 如今的开枝散叶 更是让她十分惊喜 人类与动物的关系 看似遥远 实则可以很亲密 对待动物 只要真诚 就一定能获得他们的青睐 古往今来 多的是这种不同物种之间的温情 甚至有时这样的感情 能够延续好几代人 这就是自然的奥妙之处 对于动物而言 不接触时 人类是可怕的怪物 但熟悉后 则会成为他们最最信任的生物 能够给他们最大的庇佑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